第十题 他说这个算式的答案 跟下列哪一个选项的答案相同 好了我们就先把这个算式呢 来把它化解一下 这个算式叫做70除以十四分之五 减掉70除以七分之五 好了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在我们运算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你必须要先算的是 前后两个除的地方 然后再把它减掉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除以十四分之五 把除改成成分子分母颠倒 好了减还是写减 除以七分之五 把除改成成分子分母颠倒 那这个前后呢 他都有这个用70去乘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分配率呢 把这个70呢提到外面来 所以就变成70乘上挖号 五分之十四减掉五分之七 这个是分配率的运用 好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他要我们算的这个算式呢 跟哪一个选项的答案相同 答案就选D 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